三步立马年轻十岁 加起来只要三分钟哦 好像有点夸张 我是书名的标题的 我的脉也听不下去了 但是狠话是保留的哟 就一定会有效果了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中年人普遍会遇到的面部问题 首先我们的发际线呢 有可能会越来越高 有的时候可能人还没到中年 但发际线已经让你变成了中年 其次呢 老过的妹子都知道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庭会越来越长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医美啊 跟我们讲说可以缩短我们的中庭 但其实化妆就可以解决 第三 依然是老过的妹子会知道 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呢 我们的嘴好像慢慢往前凸 然后呢嘴唇 开始变得越来越薄了 所以中年女生 常常会去做的一个医美 就是把自己打成香肠嘴 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啊 第一呢有风险 第二呢也蛮贵的 首先第一步来解决最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用发际线粉 把这个比较高的地方呢 你就把它涂黑 这不真的是只需要几秒钟啊 有的妹子呢发际线是没有问题的 但她那个分发线这个地方呢 就会特别特别宽 你在这个缝里面可以扫一点发际线粉 如果你不想买发际线粉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这种深棕色的眉粉 或者说是眼影 在这里稍微画一下 我们80后在学化妆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高中大学啊 那个年代的妆 大家回过头去看一看 就会发现 不管是明信也好 化妆师也好 都会非常着重眼影的上半部分 而下半部分呢 基本是不画的 那个时候觉得好像这样写的很干净 但是渐渐的我们中庭变长之后呢 化妆的风向也变了 就年轻妹子也很害怕中庭太长显老气啊 我认为中年女生可能上眼影都不如下眼影来的更重要 因为中年女生往往会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就是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会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第二个呢 就是眼皮会越来越搭了 越来越搭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画着重的一个上眼影 这条线本来就已经是很近了 然后你再画一个这个 就显得这里很局促 其次这个地方就会更长 占一点棕色呀 就浅棕啊什么的 就是这稍微戴掉一下 你就需要一个类似于这么大小的一个刷子 然后呢 在这个眼睛周围就稍微刷一下就好了 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很热爱化妆 且愿意学的话呢 你可以学一学 比方说这个地方后面加重啊 包括画卧蚕啊什么 你都可以学 第三点的话呢 这对薄嘴唇 其实呢 我们中年女生嘴唇会越来越薄 这是一个岁月的怎么说呢 洗礼这是没办法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呢 很多的妆容 其实都告诉我们 就是嘴巴要画很小 会显得比较娇俏可爱 但是当我的面盘不断在发大的时候 你的嘴还是画那么小的话呢 就会显得你的脸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妨大胆的把嘴画大一点 其实伯母今天这个视频呢 不是想说否定我们中年女生的 化妆的方法 因为我们当时学化妆的时候呢 确实那套是非常流行的 但是现在一是不流行了 第二呢 我们也不像年少时的那样的五官了 所以我觉得尝试一下 时下现在流行的一些化妆的趋势 结合你现在的一个面部的变化 我觉得会get一个全新的自己 和了而不为了 但是有可能我今天讲的这一套三五年 甚至